大家請起立 走 請坐 各位同心 各位學員 大家早安 大家早 我今天 要來上這集合作農場的官吏 我昨晚介紹的就是咱們 我們秘書長要介紹潘良華 我跟你們都不缺席 因為我認為做這件事是對的 對的就要繼續下去做 這件不要再說怪怪 我本身在以前當晚 沒有民進黨的時候 我都在注意台灣 很多問題 很多Christian Musk 很多答案都找不到 然後因為有這個美麗島雜誌社成立 我就開始買雜誌在看 但是不久就 美麗島事件發生 大家都知道 那麽 這個定義就是 國民黨有價位 第二處 要再用 這個白色空母 要把台灣的情形 剛才第二次還保養起來 要抓起來 所以 但是美國已經看不下去 所以有說 教員就要說 在用美麗島大省 但是 中正說 也是 他們一處是讓美國人看 讓我們台灣人看 所以 所以 就是因為這樣 我看不看國民黨 從那時候 翻國民黨 翻到現在 民進黨成立 我就加立民進黨 但是 到市民地下 康信隆 做董主席 是 讓我們很失望 所以 我就順便 好 剛才有建國黨成立 我說 這目標明確 這一定要加立 所以我就須加立建國黨 但是沒有兩年 建國黨 就是民進黨 滲透 稀釋 那 算是病毒 到現在 一絕不振 我就順 要幾十年 一直到 剛才我們林秘書長 在高雄山高雄市長 陳主委 就說 我每天都要經過中間 樓到五樓的樓口 我看有 那美國 我們 算來第二機 那個 這美國裡面還有一個台灣 啊 我想說啊 這 可能美國的直銷公司 來台灣開分公司 會不會 我每天會不會過 還有一天 我說喔 我是去把我爸爸拿藥 你看 自由使派 有一個廣告 還有那個機子 小的那 廣告小的那 說 要對他辦演講 有對一個頻道 齁 在那10點到12點 都在演講 都在說不 齁 一個順利跟他聽說 哎 齁 這個得到喔 結果幾天 就拜託了 演講了嘛 我一個去聽 比書長 在那裡說 好 我可能會有 一百個問題 那天就差不多有五十個 得到解答 百分之五十個 這樣齁 好 我就很反應 有得到整個心 又打開 所以我對他 對到現在 到現在 發燒 還不會退燒 我先介紹到這裡 OK 今天進出正題 好 來 今天大概 1點鐘的時間 我來講一下 盡量我講比較快 因為這是大概要2點鐘來講 來 我們現在來講 水跟農業的關 如果沒有水就沒有農業 因為 一般說 陽光空氣水 這個是生命的三大要素 那麼 我在 因為有一些原住民的朋友 我用北京話來講 那 我再加一個是 土地 陽光空氣水 土地 因為 土地是一個載 也是一個載體 沒有土地 那我們就變 都變成太空人 都懸空了 那麼 我們的水稻 因為水稻是水生植物 所以它 要有 剛開始的時候 需要很多的水 所以 台灣 農業用水 就是水稻 它用的最多 很多人現在說 現在水稻 那個產值不高 那 現在很多都是 把水 撥到工業用水去 可是 我們要知道 這個水稻 是我們 台灣人的主要糧食 那糧食 又是一個 戰備物資 那麼 以前 早一代 我們父親那一代 他們看到這些雜草 他們 他們 那時候還沒有除草去 所以要除草 是很麻煩的事情 所以他們看到草 就好像看到仇人 所以 欲去之而後快 可是實際上 這個 上天發明這些雜草 就是 要來做 水土保持用的 你一個 落落地 如果沒有這些草 來 保護 很快 好的標土 有 有機質的標土 就容易被 大雨 給沖走了 因為有光害的光劑 你注意看這個 這是中央山脈 在屏東 這個南大五山的這個山脈 這個一條一條白白的 這以前都沒有 那是因為八八風災 大概在三天之內下了兩千多mm 差不多把一年一整年的台灣的降雨量都降下來 所以很多崩塌地 四五百條的崩塌地 那這個就是因為 之前 九二一大地震 還有 一些山老鼠 就是在山上砍伐一些 我們山上的那個樹木 所以水土保持已經破壞掉了 你看 這山上的一棵樹 它的樹根 這個大概有四米 四樓高 大概十二米的深度 這個崩塌 如果沒有這些樹根砸住 那這些土可能會流失的更快 好 我們來說 以色列這個國家 它是一個沙漠的國家 但是他們也要吃東西啊 那沙漠地區就很缺水 因為他們只有一個加利利府 提供他們65%的淡水的供應 那其他的35% 他們就發明那個海水淡化的技術 所以它是很先進的 海水淡化技術 它在全世界 它是數一數二的 那 淡壘只能供應25% 那又差了10% 那10%它就用廢水回收再利用 所以以色列他們 在那個水資源的控制 他們也發明這些滴灌系統 這是用滴灌的 滴灌是最有效率 它這顆植物 它一天要消耗多少的水分 它就靠電腦控制 滴水給它喝 然後 只給它喝 旁邊 就沒有水 就乾了 就不會長草 因為你有 有潮汁的那個 那個泥土 就容易長雜草出來 你看它在省區那個 除雜草的那個工 那麼以色列 它跟我們台灣很像 它製作都是回教國家 都是有敵意的 那我們台灣旁邊就有一個流氓國家 叫做中華人民共和國 都一樣 那他們以色列是全民皆兵 連女孩子都要當兵 那我們台灣是用徵兵 所有的四年的男孩子都要去當兵 好 看這個糧食與國家安全 我們讀中國的歷史 他們 三千年的歷史 講五千年的 那都被人 那三千年的中國歷史 其實就是戰亂史 大部分都是因為 糧食飢荒 缺糧 才造成那個百姓 雞民變盜匪 盜匪雞在一起 就把那個 當時的 統治階級把它推翻掉 所以 糧食跟國家安全有息息相關 尤其糧食它是一個戰備物資 我們台灣是一個 海島 旁邊又有一個流氓國家 如果它 實施海上封鎖 因為我們 現在台灣 糧食自給率只有32% 那其他的糧食 就要從國外進口 那它如果給你 實施海上封鎖 那我們 大概只有半年 就除糧 戰備糧 那之後呢 台灣人就為了搶糧食 就自相殘殺 所以糧食是一個戰備物資 那麼現在 因為 農產品價格都低迷 而且經常受到天候 風災水災的影響 很多都是會欠收 有時候你花了一年的時間 去努力去耕作 可是 回收只有一點點 所以 台語說 越折越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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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越來越熟 越來越熟 所以很多人就把農地 出租出去 讓人家去 改用太陽能 發電 去賣給台電 然後像這個 原來是水稻田 就租給人家去養魚 因為現在 我們四周海洋的這些 那個漁業之鹽 也一直枯竭 因為以前用流刺網 所有的大大小小的魚 都一起捕撈上來 那因為過度捕撈 現在就來不及 補回去了 那這個 如果 台灣被封鎖 你想看看 沒有糧食的時候 這個可以拆下來吃嗎 這個 臨時說要把它填平來種水稻 可能都來不及 而且我們現在有修耕政策 你如果 不去耕種 然後政府又補貼你 一甲地 四萬塊到五萬塊 那你看 這個雜木 長得很快 而且這個 蔓藤植物 一整個把你的整塊地 都 那個 覆蓋起來 那旁邊這些小的雜木的種子 一直長 再過幾年 這一整片就變成一個森林 那你如果 台灣被封走的時候 這整塊的森林 如果要 恢復耕作 那就要花很大的功夫 才能 恢復耕種的那個功能 好 這個很矛盾 也很諷刺 山上 在砍樹 然後 好的農地 平地在造林 這個 本末導致 好 我們講農業環保 因為現在的慣形農法就是說 你如果沒有噴農藥 大部分 收成都會很少 因為現在有很多那個 病蟲害 好 菌害 而且很多病蟲 都已經有抗藥性 所以農民 都一直要把藥劑加量 或者是一次 加好幾種藥加在一起 那這個 你看 他們好像無敵鐵金當一樣 都沒有帶 防護的那個設施 沒有 連最基本的口罩都沒有戴 他們是直接受害者 他直接把那個農藥吸進去 那 如果說他們有按照時間 那個安全的期限 噴藥 那提早採收的話 或者是有農藥殘留 那就是我們全國的老百姓 吃的米都會有農藥殘留 所以很多 為什麼 現在很多 醫院越開越大間 而且病房都還不夠 就是因為 環境的荷爾蒙 太多 各式各樣的發酵 藥品 太多了 你看這個橘子 這個買回來三天就壞掉了 這已經發霉了 那其實 你正常的水果 尤其是橘子 你只要有一點 那個表皮受傷 它就很容易受到那個病菌的感染 這次三天就壞了 OK 可是 這個 一樣喔 是橘子 可是它是三十天不會壞 各位想看看 那我們要吃哪一種 這個就是因為有很強的那個 很農的那個農藥 復蟑在裡面 所以連旭菌 連那些微生物都不敢去吃它 所以它不會壞 所以我們 先 不要說看喔 這個橘子很漂亮 以為是這個好的 這是假象 這個才是好的 這個大家要記住 這我也是無意中 發現這一個東西 因為我買了 比如買了十個橘子 就吃 有兩顆喔 放在旁邊 忘記吃 被報紙蓋起來 好久都沒有壞 我才注意到 我一直燈 注意它 要多久才會壞 大概三十五天它才壞掉 好 現在 都市跟 農村的這個 城鄉差距越拉越大 因為現在 政府的政策 都比較重視都市的建設 那麼 農民 他是肉質團體 他比較沒有辦法說 像 去左右 立法委員 或者市議員 先議員他們 替他們爭取權益 那你看到這個 在鄉村 蓋這麼漂亮的 北墅 其實這個都是 都市人 他到鄉下買一塊地 因為現在 農地開放買賣以後 你只要有兩天 兩分半 0.25公頃 你就可以 兩年後就可以蓋房子 所以現在鄉村就變成 都市人的這個 像後花園 那 農村破壞的景象 我就沒有拍了 好 那我們來討論說 中華民國流亡政府軍 他們 來到台灣以後 他們用這六招 怎麼來治理台灣人 把台灣人壓得 服服貼貼 第一個就是 1947年的228事件 他把我們台灣人的精英 大概殺掉3萬人 這3萬人的台灣精英 都是律師、醫師、教師 或者是地方的士生 有頭有臉的人 這些精英都是 日本政府 花了50年的時間 所培養出來的 結果 就在 蔣介石 國民黨他們 有計畫的屠殺 因為他們知道 他們跟國共內戰 如果打敗了 要逃亡到台灣的時候 你沒有把這些精英屠殺掉 你要來管台灣人 就很難 因為這些精英 他會領導來跟你對抗 好 搞掛金融與經濟民生 1949年他用 新台幣一塊錢 換舊台幣四萬塊 我們台灣人的有錢人 在那一天 那個通通變成窮人 OK 比如說你現在如果你有四千萬 應該是 算是好的人 但是他四萬塊換一塊 我們就只剩下一千塊 一千塊現在就是窮人 而且他把當時台灣 四百年來從來沒有發生什麼飢荒 因為台灣是個寶島 一年有三季的收穫 那麼 1945年他們來到台灣 開始就把台灣的 油鹽米 通通 還有蔗糖 通通運到中國大陸去 支援他們國共內戰 或者是關聯他們盜賣 賣掉的錢是他們裝在自己的口袋 所以搞得台灣民生 那時候米價一日好幾次 後來就是連買一個一斗米 都要扛一部袋的錢去買 那就是金融已經垮掉了 好 然後他又用375減租 庚哲有祈田這些政策 把台灣的大地主 變成小地主 這些大地主他也是地方的士生 是地方有影響力 有號召力的人 這些人也有可能是要 抗議這個國民政府的 結果他就故意用這個政策 把大地主變成小地主 好 接著 如果還不聽話的 有講對國民黨 有不良的言論 有攻擊性的言論 他利用白色恐怖 就把你抓走了 所以之前台灣就是一個警察的國家 好他用這個 教育 把我們的敵性反轉 因為本來我們日本台灣 跟中國是在打仗的 是敵對的國家 可是他來到台灣以後 然後國民黨來到台灣以後 結果說 我們台灣人通通回歸到 中華民國祖國的懷抱 把我們台灣人的國籍 通通改成 我們本來是日本國國籍 都改成中華民國國籍 那這個是違反國際法 所以日本跟 美國跟英國 他有提出三次的抗議 所以 而且他用 教育 把我們的這個 身分都弄錯亂掉了 他來到台灣 就說我們抗戰 對峙抗戰勝利 那我們台灣人回歸 祖國懷抱 那就跟本來是敵對的身分 變成 統一國了 然後 他說 我們是台灣人 也是中國人 把我們日本的國籍 變成中國國籍 那你就會用錯誤的身分去想說 那我們要支持中華民國 因為我們是中國人 所以我們為什麼 佔了85%以上的台灣人 每次選舉 為什麼都會輸 就是因為 我們身分錯亂掉了 我們很多人都自以為 我們是台灣人 台灣 85%的人的血液裡面 都有原住民的血統 以前常講說 有當孫 沒有當孫 就是說 中國那邊有 祖先來 然後因為 因為那時候女眷不可以 一起過來 所以她當 只有漢人來到台灣 都要娶原住民 當妻子 然後船中後代 其實 那種漢人很少 因為 要渡台灣的海峽 那時候的船都很小 那個 以前的一個說法 就是統計 十個來 六個死掉了 只有三個留下來 一個又回 又回去了 所以 才30% 那因為來這邊 張力之氣 他們沒有這邊的那個抵抗力 很多都病死掉 OK 那 台灣本身的原住民 又不是沒有男生啊 對不對 所以 你說 都是登船公來的 我們通通變漢人 不可能 只是我們是被釋信 像我是原住民 我是高雄那邊 這個馬卡道主 高雄有一條道路 叫做馬卡道路 就是在紀念我們的祖先 那 那個 會提話回來 好 繼續 還有 他利用假的民主 不公平的民主 來選舉 他這個 以前 讓你選舉 是要做給國外看的 因為他為什麼 他 第一個他有黨產 第二個 他那個 整個國家的媒體 都控制他的手上 像以前只有三台電視台 啊 報紙 像大報都是控制在手上 那時候的中國時報 聯合報都是 但是後來 因為像 李東輝執政以後 才開始 開放報禁 黨禁 那像這種 起跑點 好像 跑一百公尺 結果國民黨 已經在五十公尺前面 的起跑點 那我們追他 一定不容易追上 跟他選舉都是會輸 OK 好 這個就是 你看 奉令以四萬元比一元 折成新台幣 OK 這是用行政命令 OK 好啊你想看看 那既然要換成新的幣 如果他有台灣的主權 他為什麼不換成中華幣 你看 美國有美金 日本有日元 英國有英鎊 法國有法郎 那你中華民國 為什麼不用中華幣呢 為什麼還是用新台幣 原來的台幣是舊台幣 好 就表示因為他沒有台灣的主權 所以他不可以用中華幣 OK 好 那我們來看 這個 這些外來的 那個品種 對台灣的經濟 民生 有很大的幫助 因為像這兩個 像 環北 環吉 環吉 這兩個都是乾旱的季節 如果說 那一年的那個 風不調雨不順 乾旱的季節 還可以種這兩個東西 可以來沖雞 如果缺水 水稻就不能種 好 那我看這個 這個叫番石流 這個叫番茄 這個叫番茄 麦香 番茄 這個番茄 好 外來都翻就對了 怕奇怪 我原住民 我去台灣 我本土叫風、叫翻 這個說得好 其實這個外來 這都是好的東西 外來剛才有一個禮 叫做 中華民國國民黨政府 這外來?這外來? 一九四九女來 那的難民 他是武裝難民 那帶武器來,我們要抬到 現在來說 利美化植物與果樹介紹 第一個介紹是加寶果 加寶果這個學名很難記 我們台灣人都說 叫做樹葡萄,長在樹上的葡萄 這個很好種 你一種整排 大概長得都差不多一樣高 一樣胖 冬天的時候 開春的時候 一個禮拜就 新的葉子就長出來 就很翠綠 這個是挖起來準備要賣的 這個有一個新的品系 這個比較大 這個大概長起來有五十塊 還要那個硬幣還要大的果實 這個是 大概五塊到十塊 那麼大 這是他開花的狀況 從根部這邊就開始開 開到末端 這個花很香 是介於 那個 玉蘭花跟桂花的綜合體 這個 之前我 這算 中型的啦 他的爸爸媽媽那一代都很大 大概有這個五倍的大 那時候我種了 大概三百一十五顆 那三百一十五顆 一起開花的結果怎麼樣 可能會 你們會想說很香對不對 其實是臭 濃度太高變成臭的 開得太多 所以說 變成臭的 那他這個 它是桃金兩顆 跟蓮霧還有 那個巴拉是同一顆的 這是 開始要變黑 就是要成熟 他從開花到這樣 大概三十天 那大概 整個變黑了以後 像這樣變黑 你要算第八天到第九天 是最好吃 最甜 它這個也會脫皮 它跟巴拉一樣會脫皮 它這個葉子 比較小而已 只是它 你把它揉一揉 它是巴拉的味道 你看有巴拉的樹幹 巴拉的 葉子的味道 所以那時候 有六家電視台來採訪 我跟他說 別人在種補啊 我先採貨 我種巴拉的先鋪駝 你看這是從根部 它 這邊就開始長了 這只有拍一半 這顆小小的 它就已經結石雷了 這顆 本來都長很多 為什麼這邊都不見了 就是我有養一條 101中國那個大麥丁 那我要餵它之前 我就放它出去跑一跑 去幫採酒 那個時間都很固定 大概出去三分鐘 它就回來要準備吃東西 結果後來好像 出去都比較久才回來 有一天我就注意它 做什麼東西 結果它就去把這些 這個高度通通吃掉 他把樹葡萄給吃掉 他把樹葡萄給吃掉 結果發生什麼事 就這一隻 那是母的 那一胎生幾隻 剩幾隻 幾隻 你留 十二隻 十二隻 不只 十六隻 那 生了有 我就拿一個盤子 講說算一算生幾隻 一 二 三 就它從這邊給我咬回去 所以我一直算 算了半個小時 算不清楚 不然我一次就 趁它在睡覺的時候 去算才知道 哇 生了十六隻 可見喔 它這個樹葡萄 它有很多養分 那女孩子 如果說有不應徵的 應該吃這個有效 可是你不要吃太多 一隻生三胎 三胎 那就 兩隻手就抱不完 好 介紹 三月櫻 又叫平地櫻花 因為 很多櫻花都是要高山 或者是高緯度 它才會開 像我們屏東 我們很喜歡櫻花 就到陽明山買 或者是到彰化天圍買回去種 第一年還開得 還有點樣子 第二年開剩下一半 第三年剩下四分之一 第四年可能就死掉了 因為它很怕熱 很不容易月下 好 我們經常聽 不能月東 怕被凍死 冷死 比較少人聽到月下 這個是 好 它 每一朵都像蘭花 好 這是 這個就種錯品種 它只有開十分之一的 花 其他都是葉子 所以品種也很重要 這個如果長新葉子出來 就是春天到了 它這個準備要 花要掉了 注意看它 有五花瓣 有點像蘭花 這樣子 它又有一個好處 就是花卸掉以後 大概一個月的時間 它就整個 那個綠葉都長出來 就可以遮蔭 那時候 就是差不多夏天也到了 就是比較熱的時候 可以當遮蔭 這很快樂給大家看過 這個樹是我那邊最大的 這個才種八年 可是你看這個國外的例子 假以十日 再給我一個八年 我應該就可以 開得這麼漂亮 好我們來講這個 一個新興的果樹 叫黃金果 那因為它的皮是亮亮的 而且是黃色的 所以給它取名叫黃金果 那這個 這種樹很會結果 這個原來它從菲律賓 不是 從新加坡引進五棵的小苗 其中有一棵是種在外面的民間 就是在菲律試驗所 它引進來以後 有一棵是種在外面 那已經有像 點綠條 電線桿這麼大 它一年 那一棵就結了 那個四年前的紀錄 結了2500棵 所以你如果有地 種一棵 你就吃不完 又要分給親戚朋友 而且它這個果實 你給它上面寫字 大概兩三分鐘以後 它氧化以後 那個字就浮現出來 然後那可以跟那個蘇葡萄 一起包裝成 一個小禮禮物 送給男朋友女朋友 那這個是另外一個新的品種 它是大果的品種 這個一顆 大概一斤種 那剛剛那個是比較小的品種 它大概三顆一斤 可是風味是小顆的比較香 比較甜 好 來介紹全世界最好種的水果 叫做紅龍果 也有人說叫火龍果 你看 它是 可以說是很耐旱的植物 也有人說它是沙漠植物 其實 只要是植物 它都很 很需要水 只是它比較耐旱 這種水果 好 這兩個種植方式不一樣 這我種的 我是用草生栽培 那我朋友種的 它就看到草 就像看到敵人 通通把它用除草劑 殺光 但是那個除草劑很毒 對環境也不好 那 這是含苞的花 而這個 一般農民 為了要讓果子結得比較大 它可能會把這個比較小的花 除掉 這個花 摘下來以後 跟那個 煮蛋花湯 它自動會 很好吃 有很豐富的植物性的膠質 這個 很奇怪 他們好像都講好了 同一時間開 它是每 跟那個曇花魚線 那個曇花一樣 它是晚上八點開 到明天的早上八點就卸著 那所以 這個是熊蕾 這是植蕾 這個花粉 從這邊掉下去以後 它就塑粉完成 有完全塑粉的果子都很大 大概可以到最 我種到最重的是 二十三兩 要緊拌 來介紹這個樓庚梅 它這個樹 只要新的葉子都是紅色的 初心葉都是紅色的 看得比較清楚 你看它都紅 跟其他的 他們都綠色 所以有朋友 他帶他的朋友來參觀我的果園 他說 奇怪 潘先生 那個楓葉怎麼七八葉在紅 看錯了 那這個冬天也是會落葉 落完葉再長出來 整個就都是紅色的 來介紹這個紅花蜂苓木 就是像繡球一樣 也很漂亮 好 那我們要種植優良的水果 的三個要件 第一個 品種第一 好比說 我們要給它種大顆的芒果 那像金黃 很大一顆 你要給它種成小小的 都很困難 隨便你都不施肥 它也是那麼大顆 所以品種最重要 第二個就是施肥管理 那個 植物它的需要的肥料 肥料三要素 蛋 靈 甲 那個蛋它是 主要是長 枝葉的 那靈跟甲是要促進開花結果 那這個觀念你要弄清楚 還有 水分的管理 就是說 你要讓它開花的話 你一定要 先 讓水 控制少一點 讓這個植物有危機感 它會怕說 我快要被咳死了 那我要趕快傳送接待 要開花結果 等花一來 你的水分就要百分之百供應 它才不會生里 漏花漏果 好 好 這是 如果有一些大的 橋木 我們要開爐啦 或者那個地方要蓋房子 那必須要余子 就要這些工具 這是 這基本的 就環狀的開鉤 好 這也是一樣 這是 簡單的帶過去啦 如果有興趣的話 再來找我私家來談什麼遺址 OK 這是一個遺址包裝的方式 好 這個新的三月鷹 他說 一定要先挖開 而且也要把樹幹都拆掉 等到有長新啞 他認為說 欸這個活了 他才願意跟你買回去 用吊車吊回去 這個也是包裝好了 準備 外銷的 好 來介紹一下自動棍蓋 自動棍蓋有兩種系統 一個是傳統的類比式的 像這個就類比 機械式的 這個也是機械式的 好 這個是微電腦控制的 這個就是數位式的 這是以色列的系統 這個是美國的系統 這個是最好用 最容易交 農民大概一交就會 他 一個禮拜有七天 你哪一天要給他 禮拜一要噴也好 禮拜三噴 OK 你可以控制 然後他可以分六個七 一二三四五六七 你如果有六分地 每一分地 種不一樣的東西 他的耗水量不一樣 你就調不一樣的時間 OK 好 一二三他一天可以噴三次 早上噴 傍晚噴 半夜噴 OK 所以這一台很好用 這又有一個簡單的控制 你兩天噴一次 三天噴一次 五天噴一次 都可以控制 很好用 好 這是 這些 自動灌溉的噴頭 這裡有 這個最小的叫微噴罐 那這個是滴罐 剛剛我介紹以色列那個滴罐 這個系統 那滴罐是最省水 最有效率 再來是微噴罐的效率很好 就是 你如果說小灌木 就用微噴罐 中橋木或小橋木 就用 這個是 它噴的直徑大概有六米 那你如果說大面積的植物 就用這種 噴是十五米的直徑 大概這個牆壁到那個牆壁 還要寬一點 這十五米 而且他們以色列 這是以色列發明的 這個都有專利的 這個我用了十幾年 還沒有壞 而且它是設計 不用工具 就可以空手拆解 這樣就可以打開 如果有 這樣東西卡住 就可以清理 而且它利用顏色來 表示這個出水量 好比這個是 綠色的 它是250公升一個小時 像這個紫色的 它是一個小時 可以噴200公升 那因為它這隻 有齒輪帶動旋轉 但是台灣有一個狀況 因為台灣那個生態很豐富 有一種珠珠 那個敵度 看到這個會動 以為它是一個食物 等它停的時候 它就用蜘蛛絲把它包起來 抓起來 所以等明天電腦控制說 開始噴水 哇 它就不動了 它只噴兩個點 不會旋轉 所以那兩個點 做水災 其他地方就旱災 所以我們跟它反應 它就發明一個防蟲型 就是電腦控制說 開始噴水 壓力來了之後 它就跳起來 噴噴噴 時間到結束 它就蓋起來 這樣如果 蜘蛛就對它沒辦法 那這個也是啊 這個是最近幾年才出來 新型的 這個跳得更高 有些新的品種 我們要給它改良 要怎麼嫁接 就有這些工具 那麼 像芒果 芒果是比較好接的 這些都是一些 剪刀類的工具 那這個是專用的切接刀 就是在接新品種用 那這個是善用的 這個有刀子 那這邊有鋸子 這邊有一個兩尺的 善用的 那以前我們接 大部分用電器膠布 那麼現在日本有發明這種 叫石拉膠末 它這個延展性很好 可以拉很長 而且它 防水又透氣 好像在賣 好像在賣 GOTES 防水透氣 好 這個是就用石拉膠末包覆 然後你就可以不管它 它就可以從這邊 它那個牙可以衝破這些膠末 所以很 作業很簡單 像這個就不容易了 好 你看 我把它拆開以後 那些膠膜拆開 只有一點點的接觸點 這就是大果的那個黃金果 生了一斤那種 好 那這個是芒果 芒果裝在地上 你把它切斷 把那個新的品種 嫁接上去 它就長新的品種出來 OK 像剛剛這個 黃色 這是電氣膠布 因為它這個 可以長很長 會有重量 那剛剛 你如果用那個石拉膠末 恐怕撐不住 所以要用電氣膠布把它 保護起來 等長好以後 再把它切開 OK 那你如果怕技術不好 你就一個點接兩個 萬一這個沒有成功 這個有成功 也算成功 那它下半部的 原來的 長出來的這個 要把它去除掉 介紹我的圓景 這是我的圓子 好 這是三月櫻 這些有一些 就是這種 樓庚美 我那個地方 正好在南北大湖山下 離 它大概11公里 離那個東港海邊 大概11公里 像這種 這種圍區 你外面 35度 裡面 只有30度 它這個樹蔭可以降溫 降很多 好 講病床 這個 有助心蟲 它會把我心嫁接好的 馬上 鑄掉就死掉了 這也就是被助心蟲吃掉 這個 這個是有福塑樓 這大概32年前 我們有一些 不孝的台商 從國外偷偷 引進來 這個 每一年每一刻的母壽樓 可以 這個 誕生8000個 那個繁殖率很恐怖 它所有看到 只要看到綠色的通通吃 所以那時候稻田 被它吃得很嚴重 好 那我們看 去年311大地震 因為虎島核災 美國就撤僑 結果AIT 有嗎 結果AIT 美國交流協會 它 停止他們的 所有的簽證 通通移到桃園機場 來 審驗他們 美國公民的這些 證件 那中華民國 海關 那海關跑哪裏去了 都沒有 沒有看到 它靠邊去 因為美國是它的老闆 美國官員的老闆 是民主 他們要回來 他們就自己查驗 OK 那海關是代表一個國家主權的象徵 結果 中華民國 碰到美國 就撅了 這樣就可以看清楚 協制對台灣 握有主權 握有 不是擁有 我們台灣的主權 現在是暫時握在美國的手中 像剛剛這些蛀星蟲齁 它可以把這麼大的一棵樹 就把它蛀死掉了 好 這就是蛀星蟲 那些天牛 這是天牛 你看這是天牛 它也是見到綠色 都把綠色吃掉 你看 本來是這樣一片翠綠的 被它吃 變灰色 這是隔雷彩 我也想種一些有機的 結果兩天一沒有時間 沒有時間去捉蟲的時候 就被吃這樣子 好 這是隔雷彩 是兇手 再過兩天又忘記去抓 就吃光光了 所以後來我那個蔬菜 還是在果摘市場 買比較快 這個就成功的例子 這個都沒有什麼病蟲害 也不用噴農藥 這個 叫做日本黑鍋 很好吃 你看這個蟲 它如果停在這個 竹子上面就很像 就有那個隱蔽色 這也是天牛的一種 這是可能全世界最小的天牛 大概像螞蟻那麼大而已 這是剛剛那種天牛的幼蟲 鑽進去的 那我就給它打針 給它蛀蝦 結果我這一顆有救回來 你看很催淚這一顆有救回來 OK 這個是季風春巷 這個是主席 他們在開會 已經說 講好說明天要去吃哪一顆 已經講好了 好 宣布散會 OK 那這是鳥害 小鳥把我的樹埔島都吃光了 這也是 這烏花果 這是颱風 你看 我怕這個歪形這個地方 會裂開 我就綁在這裡 結果它 天不從人院 從這裡把它折斷 這是全島 像在打保齡球一樣 這個是比較小的颱風 它只是把葉子吹掉而已 樹幹都沒有收上 那這個 巴巴鳳災 莫拉克鳳災 那支颱風真的很大 能夠把椰子樹推倒的 那個颱風都很大 是很難得看到 結果它因為 導到我這邊來 侵犯我的領地 所以這個就變成我的 我就把它 拿肉的採一顆來吃 很好吃 這個就人火 OK 我們剛剛講那個樹埔島 這個是樹西瓜 的花 這是樹西瓜 這個叫砲彈連路 這個有機的栗枝 我都沒有儲藥 一張很大張的 生一顆 你不要笑 這顆在吃的 煮味很好的 因為沒有第一顆給我吃 所以很珍惜 味道這樣很好 以前我在我的陽台也 種一張辣椒 我怎麼很大張 叫我怎麼生一顆 那天我剛才想說 要蘸辣椒醬油 就說 剛才那天差不多熟了 那錢 我想把它淹看 有的多厚 這個淹下去 就剛才想那個火燒到 這樣叫 有夠厚 它把整種所有的蠟 通通灌在那個上面 有時候我甘那個邊 甘半分鐘 甘得不痛 那個辣椒 我常去一個餐廳 他吃 跟朋友吃飯 那個朋友 那個小姐 服務小姐 跟我們比較熟 我都給他 拿辣椒 來問導遊 他說 小姐生辣椒 他就這樣 後來他一天 我又說 小姐生辣椒 他跟我說 我只會生孩子 我不會生辣椒 現在他就拿來了 那如果沒有 他還給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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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還跟他說 不然我們男朋友 都用包的 沒有在用 我這個生態很豐富 我這個就長長了 這我的公寮 我中午在那裡 睡覺 我早晚知道他會來 所以我用個黏書板 還好有黏住 不然被他咬到我就再見了 那這個是剛剛那個電腦控制器 我怎麼打不開呢 結果這裡有一條蛇卡在這裡 所以我打不開 耳朵又咬到 這些蛇就很長 這也是我養的 因為老鼠吃我的樹葡萄 樹葡萄不是人愛吃而已 小鳥也愛吃 老鼠也愛吃 狗也愛吃 老鼠 那個蛇吃老鼠 老鼠吃我的樹葡萄 所以這隻蛇是我養的 很長 很長 黃妖 那個大黃鋒 這個也是侵犯我的領空 所以我就把它抓下來 經常被它叮到 它這個抖落那個 過在那裡 這個是有一個虎頭蜂窩 我發現的時候我起雞皮疙瘩 因為這個會叮死人 那我就打電話給消防局 消防局就說好 我明天就來幫你抓 結果隔天就來了 他說你們這裡不可能有虎頭蜂 一定是大黃鋒 你去看 他們兩個年輕人就跑去看 兩個轉頭就用跑的跑 跑掉 我說在跑什麼 虎頭蜂啊 我說會怎麼樣 會叮止人啊 這樣講 幫忙處理一下 他們兩個就靠在那個消防局抓 潘先生不好意思 今天沒有帶那個防護裝備 可以啊 明天再來抓好不好 我很生氣啊 我不是跟你講說虎頭蜂 那你們這麼輕敵 也不帶裝備來 他說要不然這樣 我有那個火焰噴槍齁 長長的那個 我給你噴好不好 我說不可以啊 我那棵樹已經賣一萬五賣掉了 訂金收五千了 不可以啊 那一噴就燒壞掉了 我說好 我明天再來 結果隔天他打電話跟我說 啊不好意思我們今天有勤務不能去啊 我說啊不用了 我自己弄 所以我就滴哥倒拆哥 就把他弄下來 我就弄個三腳架 啊竹竿裝兩隻很長這樣 早上湊椅是沒有弄到 中午再湊椅也沒有弄到 可是那個 普通飛來離我大概一公尺 噢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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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噢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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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噢 結果還是被我弄下來 你看這個普通他遮死桌子 他就是 在冷氣窗外面 有沒有 啊那個小孩子 打開窗戶的時候 進洞他就飛進來 結果把一個桌子的小女人 把他遮死了 好 這個 他吃了一個炸蟲 啊這個不知道是什麼 品系的蛾類還是蝴蝶 他說 三不像 啊 這是在我的三月嬰的樹上的雛鳥 這個 這個 波老鳥 在恆春的那個一個 民宅裡面 警察 公園警察 去檢查冰箱 發現有十隻 這個波老鳥 結果開罰八萬 所以這個是一直是八千塊 我們要好好保護 這是我隔壁 他種那個 玉鼠鼠 好 這全台灣就只有我們屏東潮州 才有這個交通號制 注意傘兵 因為我們那邊有一個 閃訊中心 不要被他 炸到 因為他這個 還有一個重裝備 不要被他打到 好 這是蟾蜍要躍動 準備要把自己埋在土裡面 剛好埋一半 就被我發現 有給他排檢 啊 這一隻小狗 是我的母狗生的 就是被剛剛那隻條大蛇 吃了一 差不多三分之一 沒有 那天我早上我去的時候 他看到我要兔還給我 這顆有故事 這顆是我最大顆 那時候最大顆 2009年的時候 為什麼有這個四十萬 就是 有一個 電子科技的 總裁 他種錯的品種 就是我剛剛講 只有開十分之一的花那種 就他朋友介紹說 喔 潘先生那邊開得很漂亮 然後他有來看 結果他說問我這一顆要不要賣 我這一顆不賣 這是 那個看幫球 廣告用的樹 所有人要來看 就介紹這一顆 結果他就跟我說 潘先生這樣啦 我車上正好有四十萬現金 啊你如果覺得不夠的話 你可以再加啦 我大概只有 考慮三秒鐘我就賣它 因為為什麼 因為我另外那個 那個原子裡面 還有好幾百顆啊 結果後來我又補中這一顆 結果已經快三年了 那個 那個好的客人 他還沒有再來 好這個兇手 不曉得是誰 可能是台灣黑熊 可以把我的樹幹 這樹皮抓破 這 那個力道要很大 這個 簡單介紹 你有適當的勞動 活動就會流汗 那就會增加我們的那個 血液尋軟 還有那個 利用排汗 把一些毒素 從生理排出去 這樣對生理也比較健康 那你做有機的農業濕種 我們不要噴農藥 我們自己不會吸到 那也不會污染環境 種出來的那個 也比較沒有那個 毒素的殘留 那我們自己種自己吃 對我們身體會比較健康 這簡單介紹一下 因為時間的關係 好 那以前我爸爸他們 日本人 看到日本警察 就要說 警察大人 這是比較尊敬的用語 可是國民黨政府來了以後 就變成警察 第一階 這可能要用台語來講 警察 警察大人最大 國民黨來賓 警察 越做越變 警察 比較小吃 再來說 帝不愛 再來說 插頭 再來說 學法配 派錢的路面 這就是 這個警察 都要吃 又要吃 又要吃 又要貪污 又要外交 所以 讓我們家人看不見 我們在說車 比較大 如果說車 就變成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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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越做越越越越 所以 我們如果民政府執政 讓我們來 重新建立 政府的公務員 的威信 像我們秘書長說的 貪污青山 OK 日本時代來 有一個 李番事業 把我們台灣人 原住民 重新教育 OK 就像我馬英雄說的 我把你們當人看 其實 我們現在新的李番政策 這裡的貪污兵來 這都三流的 那時候 我們是一流的國家 這些人家 我們要把他當人看 因為外來的 這番 這個才是番 我們要重新給他教育 因為時間的關係 我先說到這裡就好了 好 這個 先休憩10分鐘 好嗎 好 好 好 謝謝 好 我請你 很累 讓我們休憩10分鐘